臺灣建業高齡化 去年平均每個月都有六萬的 中高齡的六天在找頭路 三年來增加二十五趴 歡迎中高齡的完工 這工作四年來也多一點六六倍 而且是越來越多企業 要創作對中高齡優先的主業環境 微微笑的阿姨 她是連鎖宿宿宿宿的完工 當在替人家送餐 她今年五十三歲 在宿宿餐廳吃頭路 已經有一年 改變過期餐廳都是年輕 讓母親為主的印象 現在越來越多餐廳 也是企業 都很歡迎中高齡的完工 就位新樓表示 有花後覺得創業的工作 壓力太大 讓人請比較輕鬆 餐廳的工作可以配合她的生活 所以是選定來這裡意圖主業 因為之前我是自己創業 就是上一個工作讓我太累了 我想要就是可以 就是下班沒有壓力的地方 她的時間是可以跟我配合的 我習慣早睡早起 經濟人數的統計 今年平均每個月有六萬名 中高齡的人在找頭路 三年來是新中二十五% 另外企業也越來越看 英中高齡的生路 提供的工作四年來增加1.66倍 中高齡的作品 可以說這幾年已經 成為企業的新選擇 最近幾年青春便利超胸 連鎖速食店都開始 重新設計上班的環境 青春跟系統的依賴 放大減輕東西的動量 利用新科技來配合中高齡 萬港的身體重複 建立優先的工作環境 我們的中高齡的夥伴 已經占到十五個percent 我們透過了一些訪談 以及現場的觀察跟研究 我們去減輕了 包括這個柵欄的重量 透過於把螢幕的放大 把字體的放大 或者是把一些文字的東西 用圖像化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的中高齡夥伴 更容易閱讀 另外藥者也只是 雖然中高齡的路口 體力不會過的少年人 但他們精神的穩定性比較高 在團隊的合作上 也會主動關心動輸 社會經驗也比較豐富 可以由團隊進行 團結心路提供 對公司來說好處很多 記者 王高山 夏桂林 台北報導